4月22日双城区组建临时教杀队伍 对本轮疫情以来所有阳性病例夹中以及涉及到的有关个体工商户企业等点位进行消杀委任八名官干警为各组组长带领外线支援的疾控专家公众处还有产业公司消杀公司以及这个开锁公司立即进入战时状态 针对近期有人在媒体上发布的说有人冒充防护人员和我们盗窃实际上呢这不是盗窃是我们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执行的一个消杀任务 希望那个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 针对这个事情如果有视频不放心的话可以第一时间与警方取得联系